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我是一個動漫迷,很喜歡降肢鏈急術師 今天來到這個展,看到很多不同的表演 還有很多1比1的模型 那些金屬師我最喜歡的是艾爾 因為那套規格很漂亮 覺得她的性格很可愛 小時候會不會有扮演她的劇情 小時候一定要扮演她的手印打在地上 以為自己有機會練到 這是一個超大的童年回憶的動漫 希望今天多看一看 看多一點,大家都要過來看 會不會和弟弟有扮演? 其實我和弟弟都是動漫迷 小時候也有扮演打架 以為結完手印就打下去了 那你自己喜歡艾爾 除了一個超規格靈 還有一些角色的特質 你的印象? 是因為艾爾 她是因為等價交換 本身是想救回她媽媽 最後連整個身體都沒有了 這一點是令到我覺得 她那種孝順父母的精神 就是大家都要學 然後她和她哥哥 我一直為這個目標進發 都是想找回我媽媽 找回她身體 這個追求 跟我們人生一樣 最重要是有追求 追求真的很重要 你小時候有看到哭嗎? 其實小時候看很多東西都看到哭 即是看叮噹都會看到哭 所以這套是一定會看到哭 一定的 你覺得這個精神 對等價交換這件事 都是主題的 在現實生活中 你對你有影響嗎? 是的 其實這個等價交換的主題 其實對我 是有一個很軟大的影響 因為我會發現到 這個世界 其實漫話都有說 不會有這麼大的格納 隨街跳 你要得到的 一定要有相對的付出 才會有得到 跟我做人努力的道理一樣 你不努力 是不會有些 那些什麼特徒 就好像馬洛藥彩 你都要給他20元 你才有機會中到 所以是一定要有等價交換 跑步和做運動 就是完全是等價交換 因為它是一定要付出這麼多時間 這麼多努力 這麼多精神 這麼多堅持 還有自律 才可以有身形 或者機耐力 調戲 都是要一步一步努力回來 絕對沒有幾個月 會比你更大 那些廢話 絕對是想等價交換 就是工作量和錢 希望有相對的工作量 就有相對的錢 因為很想買樓 如果有地產商 有好的樓盤 可以給我一個折扣 就送一層樓給我 我幫你拍各個廣告也可以 這樣 一千萬以上的 那些 謝謝 這樣也對 你的目標是甚麼區 多少尺 我現在目標 第一選擇是大埔區 起碼有六七八尺 第二選擇是荃灣區 因為這兩個區我都很喜歡 因為荃灣區 釘狗那裡跑步 是非常好 我主要都是一個 容易可以跑步的地方 還有 大埔區就是我自己的地方 所以 大埔區的樓盤 和荃灣區的樓盤 找我保期 一千萬以上的樓 免費拍一個廣告 沒問題 大家記得來打卡 碰到 真理之門 1 2 3 真的會帶的 進去 3.1 嘩 真是鹽煉成了 這是甚麼 鹽之煉成 全燒 好吃 好 通常 這些字 那些食物都是難吃 但這次 我絕對是覺得好吃 可能我會餓 這次吃 很棒 不錯 好 歡迎來到這個 幹枝煉成 首先你看到 這枝東西現在是 好 配方引擦在下面 沉疊了 這部機 這裡有一個開關 我們按一按 我們這樣放在上面 它就會震 我們把飲品放在上面 再壓著它 然後繼續開關 它就會慢慢震 然後令到有一個 漩渦出現了 這個漩渦出現了 就會把玫瑰 這個飲品放在上面 就為止煉成成功 嘩 對 我們第一個就是放在這個中間 然後壓著它 好 好 對 好 好 背部 好 zung 熱狂 賢者之水果然好喝 大家要過來變成賢者之石 就要入賢者之水 是否剛才是第一次看見 鋼之鏈金術士真人版的氣服 第一次看見鋼之鏈金術士 真人版的氣服 我身後就是愛德華的氣服 見到其實穿了很多衣服 一看就知道 要是愛德華很怕冷 要是真的很冷 裡面穿了兩件皮褲 還有一條皮褲 愛德華真的很喜歡皮 這個造型挺帥 不錯 家中也有創作關於 這個品牌的精品嗎 我有儲物的 家中有艾爾的頭 以前也有買鋼之鏈金術士的衣服 挺喜歡鋼之鏈金術士周邊的產品 出得挺漂亮 你儲物的量多嗎 你儲物的精品 我儲物精品 鋼鏈是比較難儲物 尤其是艾爾 如果有買肌肉的人都知道 鋼鏈是比較難買的 尤其是 我其實很想儲物一隻艾爾的肌肉 但它是很難買的 很難有 但是你願意花錢買的嗎 以前會願意花錢買的 現在就因為都知道 家裡的位置有限 所以就少賣了 少投資了FIGURE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 接下來地產商有層樓的話 那傢伙的商 就可以給一個FIGURE貴 那我就放進去 那我們就會多一個展覽 我圓滿你 是啊 傢伙 傢伙 Yes 那會不會其實 那麼喜歡動漫 會不會都想出一首歌 是有些動漫圈奏 其實 所以我之前出了一首歌 叫做Echo My Heart 就是一個 作曲家 就是幫《蒙面超人》 作主題曲的一個作曲家 其實我之前也有跟 古Sir 即是古具機器先生 他就說 叫我出一首 叫做暴走族的歌 那我本身是 有想過出這首歌 但是可能 未必可能 下年 就會想這件事 因為其實古Sir 他也是很喜歡 好像《任天堂流女》 然後《大雄》 《悟空》 他也是很喜歡這些人物的東西 我自己也是很喜歡這件事 我希望下年我都可以出到一首這些歌 那你的歌名呢 看看有什麼人 叫艾爾 艾爾就好像不好了 暴走族的話 其實都可以等於很多日本人物 看看這個題材 總之暴走族這個題材 那你如果 艾爾 有三個兄弟 你會安排什麼角色 你自己做什麼角色 這個品質人 我自己就 嚴肢練金術士 因為我 我喜歡他的手套 很正 肥仔就做那個 大隻佬 因為肥仔 那些肌肉 他的噸位夠 那就滑回 那些肌肉OK 那 阿Dee 那我們就反轉一點 愛德華 就 193做 因為愛德華本身是矮的 他就是高版愛德華 那 阿Dee 就可以做艾爾 因為阿Dee 他是 即是拍電影的 那他這期不太夠時間做了 那就可以有替身幫他做了 艾爾 他就是出發聲 是的 但又有掃錢 幫你的 大家記得來 鋼之鏈金術士展 有東西吃 有東西玩 有1比1 看 那就非常開心 大家記得來了 請大家訂閱 留言 和按讚 V1HK的YouTube頻道 再追蹤我們的IG和Facebook